在四川的雅安市至今有一个悬崖村 据说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逃难至此 于是从未离开过 这里至今不同公路 他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 两边全部是悬崖局地 村子前面面临的是将近千米的悬崖 下面是奔流不息的大渡河 高达千米的巨石 让人看了以后望而生畏 我不禁想这些人是如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 而在这条美丽的峡谷之中呢 又有着让人不可抗拒的一种魅力 这里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你可能不会相信至今村子里这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就是罗子河满 古路一寨 这个就是现在四川除了大凉山以外 另一个不穿公路的村子 这是新修的盘山道 我会全程拍摄盘山道攀爬的过程 在以前呢 人们是从山下爬到山下是怎么爬的呢 是通过藤条等一系列危险的方式攀爬 使有村民坠崖 即使现在走这样的路仍然让你急备发凉 现在我们正式出发了啊 看这些路很烂啊 这是二零零几年的时候 政府出资 村民出力 修的一条罗马道三公里 但是落差就有一千米 哇 这早前 没有锁到的时候 这是村民唯一进出的路 他们背着货物什么的 全是靠这个 这条路啊 早前走罗的走马 也走人 这条路我们看一看啊 非常的烂 看到没有 即使现在也不是很好的路 这后面是铁楼隧道 过不去 这一段呢 就是把山岩凿开 哇 好危险啊 感觉要这个岩石要掉下来一样 这个路坡度还是挺陡的 很多的马分啊 看来这里现在还在走这个罗马 这个坡度太大了 大渡河挺美 继续走 想想是一线前的隧道 成坤铁路的 我有点没有勇气爬 太难了 最长的地方只有几十厘米 这里还有个人的脚印 离山崖只有33 离天只有33 好在峡谷深 太阳还没照过来 这里开始凿隧道 这个地方最宽的只有几十厘米 路好难走 这里看大渡河好壮观啊 我有点害怕 这是什么路 看这里写的啊 翻天印 在没有修建钢梯之前 这个钢梯是修建成坤铁路时候 工人看见 呃 指的这个吧 翻天印 这个大石头呢 就是翻天印 当年就是因为有这个凸起的大石头 所以呢 村民的藤梯 不能直上直下 这也是他们下山遇到的最后一个困难 这里的人嘛 当年生活是多么困难 看看啊 这里是山地 根本就没有可种的田 我们继续往前走 清晨的大峡谷 好美啊 这些大石头摇摇欲坠 第二个观景平台 哇 这个巨石真是好险好险哦 在这里可以看得更美 在这里必须消息 太累了 感觉这个大山非常的有压迫感 跟重庆那边的大山一样 非常的巨大而高 这是村民目前的就是往上拉货的一种方式啊 因为那个锁道去这里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 所以呢 村民还是走这条路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看看这里的电线是怎么通上去的 所以这里是有电的 从这里沿山坡通上去的 最高顶处还有个高压电塔 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里呢据说有一条悬崖路 这个悬崖路呢 就是村民以前走的路 被竹篓上去走 然后呢 他们运送货物全靠这条路 遇到陡峭的地方呢 就用那个绳索 藤条就我们刚才说的 然后往下攀爬 这条小路呢 现在是只有40厘米宽 但是我找不到这条小路 因为这条新修的路呢 这是二零 二零零几年修的 所以呢 那条小路人们已经不带走了 以前呢 这里背上山的母猪呢 没法背下去 所以只能自己吃 然后母牛呢 因为没有配种呢 所以只能中老 嫁过来的媳妇呢 也许一辈子都回不了娘家 即使男人有的 一辈子也下不了山 稍坐休息 继续出发 终于看见第一个村子了 我们沿途要经过四个村子 这边好像种的是 这是什么了 我不认识这个 我是一个植物盲 这里会不会种的是茶叶 这种也太艰难了 这耕地怎么耕了 这 哇 七十度的坡 太阳一旦出来就是 噩梦啊 你们看看这路 即使放到现在也十分的吓人 我刚碰见了村民从这里下去 为什么 村民做索道是免费的 这里有个索道 政府投资了两千多万件的 但是如果你做索道的话 就到达了汉原县那边 要要到要绕到这边来的话 就是坐索道到另一山头 绕到这边的话 将近三百块钱的车费 所以很多村民呢 要走这里的话 还是宁愿从这里下去 哇 这路太难了 疯掉了 全身湿透了 村民种的玉米啊 在这种坡度种玉米耕地 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难题 这是南瓜吧 想想的村民 到底是怎么种的这个玉米 这还有桃子 这是桃子吗 我是个植物盲 看看这个村子怎么建的啊 包括村子里面 都是这样高低不平的路 这些房子的造价成本是相当的高 这居然是一个小排铺 连玻璃都没有 我是今天到达古鲁村的第一个人 这是一个观景台 看一下 走 哇 这个护栏好低啊 哇哇哇哇 好吓人啊 看这里啊 我刚才的凉庭已经看不见了 真吓人 这个村子呢 叫做班纠嘴 是古鲁村的第一个分村 这里距离这个乌斯火车站啊 可能只有10公里 站在这里能听到火车的鸣笛声 怕你们都穿得真是疯了 给我拿上一瓶吧 我拿不动 大姐你们这里有没有自来水啊 有 政府给弄的自来水 这是我们弄的自来水 哦 都是政府给我们弄的嘛 都是政府弄的 这是什么了 这个 这个是干牛螺子 牛螺子 螺子 哦 螺子是吧 螺子的钱 你们现在还有螺子拖东西吗 啊 我们交通不方便 那你们不是有这个梯子吗 你们这里上去不方便是吧 上面有栏车 哦 你们不方便是吧 不方便 哦 你们还是走螺子是吧 对 哦 这山下 山上的几个村子还不一样 因为山下距离远 啊 看看这里简陋的小卖铺 据大妈讲的 以前都是这个山上的 四个村的人全部在最顶上住着 啊 就是缆车上的 后来他们都搬下来了 七八年了 这里的人呢 也不愿意搬走 因为什么 羊点鸡羊点牛 螺子什么的 哎 种点菜是吧 啊 种菜嘛 还蛮好的是吧 海头嘛 玉米嘛 对 玉米什么的 这边耕地比较麻烦是吧 哦 这烤天吃吧 你看你不是 你们就是 雨水不充足是吧 哦 雨水不充足 啊 那你像这个这么大坡度的地 你们怎么耕地了 还是高嘛 没得办法 没得办法 也得耕了是吧 没得办法 哎呀 真是太难了 啊 不过也不愿意搬离这里 真是净土啊 世外桃源是吧 搬到哪里 这里还是没得吃 没得地方搬 搬去了 不能种 不能养鸡 还有养牛了是吧 哎 对 没有点 没有吃了 对对对 大山里面啊 纵使修了锁道 但是这个山下的村子 想通过锁道拉货物还是很难的 因为距离上面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 土布鲁城 村民还快点 像我们普通人可能要两个小时 大妈 你们现在的小孩怎么上学了 小时都住校 都住校呢 是 我听说山上有个古鲁小学 现在不在上面上了 是吗 可以了 啊 搬空了是吧 我们的 上面小学 一个 废弃了是吧 我搬到时都没专失去了 哦 现在就在 去那个镇上上学是吧 哦 现在 嗯 坐一下 对对对那还行 啊 再往上走走啊 啊 再往上走呢 刚才更正一下 这个村子现在是酒户人 这个叫 童子 童子宁 童子宁 这个大妈这个四川方言我听不大懂 童子宁 童子 童子人 童子宁 童子宁 搞不懂 不知道是童子宁还是什么 斑鸠嘴还在上面 斑鸠嘴还得往上走一个村子 这是古鲁一站 哦 古鲁一站是吧 哎 据大妈说了 他这个冰箱都是 小伙子背上来的 是吧 哦 所以说这里啊 网上拿点东西是相当的困难 因为他这里距离锁道还远 从锁道上运货物不太现实 太困难 看看 大姐 从山上背东西 就背着这个下来了 哎呀 这太太重了 这个玩意儿 看看村民这些房子都怎么建的 啊 这种建房 我还是第一次建 他这个承重住啊 在这个山坡上 由于这个地形所现嘛 看见牛了啊 还有一头小牛 挺稀罕的 这里看见小牛十分的稀罕 哇 这里养着鸡 那还有一条狗 那条狗应该是也对这里 这游客比较熟悉了 看见也不叫了 小黑 嘿 这里呢 有一个活把广场 这里就是刀劈俯瞰的一线天 连鱿鱼篇幅 首先呢 让那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今天呢 我们看看特别的地方 今天华子带大家去看一个特别的四合院 有什么特别呢 价值20亿 坐落于天坑地缝中 但是要到达这个地方呢 需要乘坐80米高的电梯 但是这个四合院呢 不看让人有点后悔 看了呢 又让人更加的后悔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电梯速度极快 不到一分钟 我们就到达了天坑地缝下面 但是我们仍需要步行 从这个天坑地缝 这个大洞里走出去 然后才可以到达目的地 地球运动 形成的这些壮观的岩石地貌呢 确实令人十分的震惊 这是什么地形呢 这属于塌陷型的天坑 其实呢 很多人来这里呢 并不是想看真正的天坑 是什么样的 而是想看这个价值20亿的院 四合院到底是什么样的 古龙天生三桥之一的天龙桥 就在此处 这边有一个大象迎宾图 岩石上天然形成 十分的诡异 也非常的让人震撼 而在大象迎宾时刻的下面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价值20亿的一个 天坑地缝中的四合院 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呢 就是这座四合院啊 这座四合院的名气来源于哪呢 就来源于张艺谋大导演所拍摄的一部电影 叫做《满城近代黄金甲》 而这座四合院呢 原本确实是存在的 在唐朝的时候 这边又存在一个天官驿站 这个驿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与我们所看到的狼烟不同 狼烟是传递军事信号 而这个呢 是传递什么 传递书信 当时呢 为了拍摄这部满城近代黄金甲 所以在这里新建了这么一个四合院 还做了这个 修旧的处理 现在呢 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啊 飞檐翘角 非常的古朴 看起来像 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种老建筑 但是你要说它是汉唐建筑 还是有点牵强 因为它不具备汉唐建筑的那种风格 就是红白墙的样式 进到这个院子里 我们先来环视一下 这个院子呢 并大 可能只有二十多间房 但是呢 曾经有一个经典的夜长打斗的场景 就是在这里拍的 而且令人惊叹的是什么呢 这里的东西都是从 部分建筑材料呢 是从西安空运过来的 造价十分的昂贵 据说呢 这个院子赤字千万 而这个院子呢 现在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呢 还有这些建筑 可以看一下这种飞檐斗拱啊 做的十分的精致 据估值呢 这个院子现在的市价是二十亿 当年这部电影拍完以后 就留在了景区 这个房子也并没有拆掉 但是呢 现在这个房子 却可以看一下 大家全部是做生意的 卖银式的 卖一些小礼品之类的 这是四合要的正店 我们接下来走进正店 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看完也许会很惊讶 我们先来从这个方向看一下 这个像大拇指一样的桥呢 就是天生三桥之一的青龙桥 十分的震撼 也十分的奇特 来看看正店吧 包括正店也是利用的十分好 据说呢 当年剧组留下了一些拍摄的道具在这里 但是现在呢 这边被改造成了一个照相馆 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地方 要么说呢 这个四合院是不看后悔 看了更后悔 当年夜景在这里拍摄的确实十分的震撼 大晚上的十几个蒙面人 突然从空中盘旋而下 经过一番打斗呢 谁也没有领到盒饭 全部跑掉了 尽管呢 这里有些商业化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毕竟呢 像这样的世界奇迹呢 在全世界仅有这么一处 所以呢 还是非常值得来的